在基隆护海公投领衔提案人士议员王醒之带领下 大家高喊公投审查快通过 基隆护海有把握 由于台电协和发电厂要从燃油发电转型到燃气发电 但是因为规划填海造路新建LNG除气潮 不管哪一个版本都会涉及到破坏外木山海洋生态和环境 以及基隆港营运等问题 引发民团和环团结合发起基隆市民的公投 来决定的提案 并且早已经达到提案门槛的两倍人数2475人连数 送件基隆市政府 希望依照基隆市公民投票自治条例的规定 发起公投让市民决定 但是因为担心基隆市政府接下来的行政裁粮 会没收这项公投提案 因此请来专业的律师团 以及基隆市野鸟学会理事长 和野江花公民协会常务理事等人 共同召开记者会说明 呼吁市政府让公投顺利举行 基隆沪海公投绝对支持能源转型 我们也期待县市之间能够发展友善的协作 基隆人愿意继续发电给台北、新北、宜兰使用 但是如果我们在做这样子的空气品质 牺牲的同时 还要我们用海洋、生态、渔业、景观 乃至到基隆港的营运作为赌注跟代价 我觉得那就是太欺负人了 第二 基隆沪海公投 我们很明确的 我们是反对填海造地 对于四街 对于协和电厂 基本上那都不在我们公投的范围之内 我们现在拒绝填海造地 其实不过就是要阻止 基隆市政府卖海 第三 我们从头到尾都要求基隆市政府 必须要回归民意 市长很清楚在市议会里面公开说 这件事情如果在基隆市没有办法达到共识 不可能做 但是当我们再回问说 如何达到共识 以及达到共识的政策工具是什么的时候 在这个案子上 它一如基隆捷运的翻版 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才会说 那就让基隆人自己来决定吧 而林又昌市长 每一次接受咨询的时候 他总是说 不要把四街变成零和游戏 那我会觉得这简直是 用这个说法来掩盖 林市府他们 只能作为国营企业的乖宝宝 而且不敢为基隆海岸发生的 阻弱的事实 其实基隆市政府的自治事项 刚刚许多律师都有提到了 包含都市计划 包含海岸管理 也包含我们渔业资源的保护 那同时呢 更重要的是我们基隆的产业经济 这些都是自治事项啊 那为什么基隆市政府不敢 用自己的自治事项来 为基隆人守护海洋和守护基隆港 没有办法拒绝 最烂的填海造物方案 反而要用刚刚大家所说的 这些毫无逻辑的理由 甚至是恶意的行政程序来拖延 来没收 宪法赋予给基隆人 我们最后可以用来 用共事的方式来决定我们的海岸 应该要去走去哪里 这根本就是零驾名义之外 跟压制名义 基隆护海公投领衔提案 人王显志议员不断强调 也担心如果没有经过基隆市民公投 真的依照台电方案填海造路 破坏基隆海洋生态和环境的结果 也将成为基隆市另外一个林又昌障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